为了新冷战,美国已无所不用其极,那边他挑起的俄乌战争还在打,这边他已经开始准备复制乌克兰战争模式,试图挑起两岸的军事冲突,让中国人自己火气消强,陷入泥潭。 对于美国的企图,中国一定要高度警觉,必要时给予反戈一击。 在4月28日下午,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机制会,有记者提问,美方个别官员近期高调表示,将坚决履行协方台湾承诺,像协助乌克兰一样协助台湾,持续提升台湾自卫能力。 另据台湾防务部盟披露,台军为应对大陆威胁,采取训练战备结合模式验证作战计划与战场建设,并开展联想操演模拟解放军攻台。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? 我认为记者的这一文,其实是对最近美国官员的系列表态的汇总。 在我看来这其中蕴含着三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 第一个信号是美国正加快武装台独势力。 美国加速武装台独势力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,特朗普时期制定下来的豪猪战略正在被落实。 美国议员、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越来越高,本月上旬甚至还传出了佩洛西将访问台湾的消息。 这一切都意味着接下来美国必然加快对台军售,必然加速武装台独当局。 而且考虑到美国对台湾民进党的支持,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取。 民进党将会继续连任。 因此对于美国加速武装台湾当局的显恶用心,以及接下来其显恶企图,我们要高度警惕。 另外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美国的武装台湾当局可能不止对台军售, 接下来很可能逐渐商谈军事援助,以及秘密军事技术的转让。 美国军事上大规模援助了乌克兰。 但事实上大量援助的装备遭到俄军的击毁和缴获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可能选择提前援助台渡当局。 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,美国很有可能直接将导弹等军事技术援助给台湾局, 然后帮助台湾当局制造威胁大陆和解放军的武器。 俄罗斯的莫斯科号是被乌克兰的海王星击沉的。 而这个导弹完全可能是美国提前援助的,或者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技术。 在上个月台军方首度证实,将量产雄生导弹射程据称超过一千公里。 台军雄三导弹前总工程师张成,在接受香港中平社访问时透露, 该计划早就在进行,以前台军方不敢说,逆而不宣。 现在台面上公开,是因为美国希望台湾拥有这种武器。 他还表示,台湾的防卫架构正在按美国的建议调整。 上述这些信息表明,美国武装台湾的进程在加快。 他们在座的可能远超我们现在看到的,对此我们务必要高度警惕。 第二个信号是美国正在酝酿挑起台海冲突, 美国为啥要武装台湾? 真的是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吗? 答案是否定的。 如果说过去美国对台军售,还有维持两岸平衡的意思。 但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军事实力上, 已经不具可比性的情况下, 美国突然大肆武装台军, 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他想挑起台海军事冲突。 美国挑起台海军事冲突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, 挑起新冷战。 所以在美国的计划里, 美国并不关心战争会给台湾带来多大损失, 他关心的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。 美国有望促使盟友共同全面反华, 有望挑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。 如果两岸爆发冲突, 美国希望台湾能顶住解放军。 然后美国在统一了西方的阵线后, 美六澳等西方势力在顺势接入战争, 并最终试图在台湾驻军, 将中国彻底遏制在第一岛链之内。 对美国来说, 如果新冷战能够爆发, 哪怕中国大陆统一了台湾它也在所不惜。 因为把西方统一到一起的美国, 会在第一岛链与中国展开军事争夺, 其中包括东海、台海、南海等。 到那时全球产业链被切断, 世界将陷入大东档, 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, 乱中取历的机会就来了。 美国挑起台海冲突的险恶用心, 已经彻底暴露了。 第三个信号是台湾以武剧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 那么在美国铁了心, 要武装台湾当局的情况下, 蔡英文当局做何反应呢? 蔡英文当局非常积极, 在蔡英文当局看来, 这是他们实现台独的唯一机会, 他们想充分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矛盾, 把宝亚在美国身上。 如果美国在这场较量中赢了中国, 台湾当局认为, 他们就可以顺势实现台独。 当然如果输了他们就只能跑路了, 他们大概就是这么想的, 美国则是充分利用了他们这一点。 刺激他们以武剧统, 刺激他们战略冒险,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, 美国通过挑事引起引起两岸的冲突。 美国在这方面, 现在有些越来越自行了。 原因是他在乌克兰的测试取得了成功, 虽然乌克兰这个国家可能崩盘, 但美国统一了西方的意志, 并且看起来俄罗斯正在陷入战争逆谈。 当俄罗斯越陷越深的时候, 美国可能挑起两岸军事冲突, 或者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也可以, 美国与俄罗斯达成阶段性妥协, 他也会挑起台海冲突。 所以现在从美国战略上怎么看? 他下一步都会不断想办法挑起台海冲突, 对此中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。 对于美国的心思, 中国的警惕心的确越来越高了。 针对文中记者的提问,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笑这样回答, 近期针对美方的窜防挑衅行进,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组织了相关军事行动。 今后针对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, 和外部势力干涉图谋, 我们绝不姑息, 将继续以果断行动, 展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。 谭克菲大笑释放的信息告诉我们, 解放军接下来对于美台构合, 会越来越强硬, 越来越实战化。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采取的措施, 越来越趋于实战化。 这种实战化趋势的核心目的, 就是一旦国家需要解放军一声令下即拿下台湾, 所以相关演习也不是练练而已, 而是随时准备保护国家领土完整。 当前形势已不必往日, 接下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, 无论什么事都一定要少抱怨, 多团结。 在这个过程中, 可能有局部存在不如意的地方。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些现象, 因为在高度对抗, 激烈博弈的背景下, 顿和薄弱环节随时都会暴露出来, 我们需要加速修复它, 而不是上了美国的当自乱阵脚。 大家需要共同努力把事情做好, 因为敌人正在对我们进行破坏, 而我们必须迎难而上, 随时准备为国而战, 为正义而战。 敌人越想得逞, 我们越要打掉它的嚣张气焰。 敌人越是希望我们自乱, 我们越是攻坚克难。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, 只要我们坚持住, 最终美国必百无疑。 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回避, 还在于它牵动着中国现代化全局。 台湾是我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保护屏障。 失去台湾, 海上威胁就会直逼中国产值, 尤其是高技术产值增长的黄金地带。 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容忍的。 当年毛泽东打朝鲜战争, 部分原因就是东北有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。 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围地区, 何况台湾是在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地区。 我们说台湾问题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, 还因为台独一旦得逞。 且不说南沙地区难免有联动效应, 而且还会反向拉动中国东南沿海的离心倾向。 如无国家约束, 富人总不愿跟穷人在一起。 原始社会就是由于部落间的生产力增长, 而导致部落内部经济收入差异拉大而解体的。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反导致中国分裂, 那就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了。